二字歌仔 7月20日,今天MC出歌 老派約會知必要 田池黃偉文 作曲就是Gucheng加MC 編曲是黃紹銘加Gucheng 監製就是徐浩 大半個小心地滑的班底 打稿時分就是昨天的6時半左右 那就...未有MV 帶多一齊人來聽聽 是R&D 我自己都是很喜歡聽R&D的人 MC唱R&D就一向都很fit 大家都聽到剛才那段flirt是 很瀟灑 同時都馬上想起反對無效 一個是街燈,一個是路燈 有他沉港只願與你遲遭必亂 要放冷槍,要泡關 我會走的愛 我風又不斷 耶 愛監冰封,所以我對你才著間 人子之間識過我這狂熱內心 可以啊 好像連個chorus都beat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兩首歌可否Cost Over一起唱出來 還有不知道是否因為這首歌 就是這個老牌約會之必要 大家應該都聽到 很有中國式思義在裡面 為何這首歌這麼有中國式思義呢 這次就跟我之前說的有點不同 之前都說樂器的選用很重要 當然這首歌也有很多中樂放在裡面 但今次最主要說的就是 它chorus的melody 是Pantatonic Scale 有玩樂器的朋友就一定不陌生 Pantonic即是五星音階 在西岳流傳到過來之前 是中國人用的Scale 之後歐美的Walk 都有很多Pantonic的Scale 因為真的很好踏入一首歌 那為何這麼好踏入呢 因為Pantatonic Scale的特別之處 也是今集的冷知識 可能它在一條Key裡面就不像我們平時數開的 Do-Way-Mi-Fa-Sola-Ti-Do Pantonic Scale是沒有七粒音的 只有五粒音而已 只有Do-Way-Mi-Sola 再回頭就已經有了 沒有了Fa和Ti這些半音 那時候還叫做工商國精語 就是Do-Way-Mi-Sola 所以為何以前有人說唱歌難聽 通常是說五粒音不全 而不是七粒音不全 明明是Do-Way-Mi-Fa-Sola-Ti-Do 原來是因為七粒音 對那時候的人來說就走得太前了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這樣玩 那時候人人聽歌都是五粒音 很基本的去做 那看回它chorus的音 是一粒Fa和Ti都沒有在裡面 當然不會整首歌都只有五粒音 這首歌是選用了很多Pantonic Scale 而不是整首都是Pantonic Scale 不然這首歌就會很利 就好像在聽滄海一聲笑 類似的歌有周杰倫的青花池 薛凱琪的唐筆粒 以及用祖兒的首實役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到 看看共通之處 開始明白Pantonic Scale的感覺如何 今集這首歌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由MC一個年輕人去唱出舊式詩耳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這首歌 還有那句小大業並非專業人員 都是以前學過的那些東西 就分享一下 就跟大家有錯 歡迎留言討論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想知道接下來有什麼新歌 還有什麼分析 還有什麼冷知識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逢星期一至四會出我個人的生活主要片段 這首歌就會不定時推出 記得訂閱完 我之後按鈴鐺的YouTube演算法 我出片之後才會告訴你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因為我有什麼簡短的東西 我想跟大家多數都會在IP那裡說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